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三四八章遇险 自己是医生 但是他感觉医生给他们看病好像应该求着他们似的 这是让叶浩轩最生气的地方 林剑叶善笑了一下 并不说话 在文家千恩万谢的感谢中 叶浩轩离开了酒店 本想这和林语彤叙叙旧呢 但是这妮子像是要故意晾自己一般 宴会刚开始没多久就离开了 叶浩轩心里多多少少有些惆怅 林语彤的家世不是一般的家世 如果两人在一起 是不可能没有一个名分的 但是 叶浩轩不想因为他而委屈了另外几个女人 所以两人究竟能走到哪一步 只能看天意了 第二天上午 叶浩轩像往常那样在诊所里坐诊 他每天的病号就是三十个 刚刚看完这三十个病号 他的专属诊室门一开 又有人走了进来 看病挂号 叶浩轩头也不抬的说 我也要挂号吗 来人冷笑道 这声音听着挺熟 叶浩轩一个机灵 这不是陈若曦 陈大警官吗 叶浩轩现在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他 一来 是这个小妞一直想千方百计的整自己一顿 另外一方面他找自己准美好事 不用 当然不用 你病了 我事先说明 妇科病我只懂痛经 叶浩轩尖笑道 你才痛经了呢 你答应我的事情忘记了吗 陈若曦怒道 看着叶浩轩笑得像菊花一样的脸 他都恨不得一马掌拍死他 呃 当然没忘 我不是刚刚做完诊吗 正打算去你那里呢 现在好了 来吧 我帮你背上的疤痕驱除 叶浩轩说 这取出一瓶药膏 这是他昨天特意为陈若曦调配的 这种药膏是特制的 具有强效的驱疤的效果 在这里吗 陈若曦向四下看了看 叶浩轩的诊室一边是一个透明的玻璃 外面的人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里来 他的伤权是在背上 所以他有些犹豫 叶浩轩马上醒悟 他苦笑道 如果你介意的话 可以去你家 他思索这改天 在透明玻璃上 装上个窗帘 如果有患者病在隐私的地方 这样也方便一些 好 陈若曦点点头 今天的陈若曦 没有穿警服 而是穿着一身变装 白色雪纺上衣宽松版型 释放迷人的小女人气息 佩戴地色高腰短裙 拉伸下半身比例 裙摆设计十分巧妙 加入了荷叶花边拼接 更显灵动 这样的穿衣搭配显得灵动十足 更张显出他的女人味 他脚上穿着一双足有十公分高的白色高跟鞋 他本来就很高的身材 让叶浩轩几乎有些仰望了 这个女人 不知道自己很高吗 还穿高跟鞋 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叶浩轩苦笑 不过看惯了他穿警服的样子 突然看他穿这一身漂亮的变装 几乎让叶浩轩无法把双眼从他的身上挪开 今天陈若曦开这一辆私家车 他突然转过身盯着叶浩轩道 如果你敢再盯着我的大腿看 我把你的双眼弯下来 叶浩轩吓了一跳 连忙把目光从他修长白嫩包裹这肉袜的大腿上移开 有些善笑道 这叫欣赏 没有含一丝其他的情绪在里面 敢看还不敢承认 闷骚 在他看来叶浩轩有色心眉色胆 属于典型的闷 这是陈若曦对叶浩轩的评价 他冷冷扫了叶浩轩一眼 打开车门走了进去 叶浩轩坐到副驾驶室上 叶浩轩盯着他高高怂起的吞了吞口水 然后笑道 能讲讲你在中央警卫团的是吗 我之前好像没对你说过 我是中央警卫团的 陈若曦扫叶浩轩一眼 说了 怎么没说 叶浩轩吓了一跳 他之前是没说过自己的身份 这都是王铁柱告诉他的 陈若曦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或者说他懒得纠缠 他知道叶浩轩身边的八人小队 叶浩轩知道他的身份 这也不奇怪 这个事关机密 所以对你不能说 就透露一点点吗 我只是想知道中南海保镖 有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牛叉 叶浩轩说 比电视上演的还要厉害一点 你信不 陈若曦说 我信 叶浩轩毫无疑问地点点头 陈若曦的身手不错 电视上演的一点都不夸张 白了叶浩轩一眼 陈若曦不再理会他 沉默了一阵 叶浩轩突然问 你这么年轻漂亮 怎么会加入到中央警卫团里 之前一定吃过不少苦吧 因为我太爷爷 陈若曦欲言又指 有些事情是不能对叶浩轩说的 他要严守纪律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叶浩轩一问 他就想说出来 他恼怒地盯了叶浩轩一眼喝道 团嘴 没有把你当哑巴 我只是好奇 叶浩轩善笑道 有些事情是不能对你说的 这是纪律 想知道 那简单 哪天随我回京城 我让你见识一下 陈若曦淡淡地说 我见识过了是不是 就不能走了 叶浩轩问 那是当然 至少得在中南海服役三年 那 我还是不去了 我只是个小医生 叶浩轩脑袋一缩 再也不说话了 开玩笑 让他去当保镖 他的事业怎么办 他的女人怎么办 他还是老老实实地 在清源逍遥 快活得比较好 没志气 陈若曦不屑地白了他一眼 停车 叶浩轩突然感觉头皮一炸 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从他心头涌出来 就像是死神向他逼近一般 陈若曦的脸色一变 他的反应 只比叶浩轩慢了半拍 他一脚踩上沙粒 双腿一顿 整个人翻到车厢后面 车子稳稳地住在当场 叶浩轩 叶浩轩同样翻到倒箱的后面 一把搂住他 把他按倒在地上 扑 扑 两声微不若闻的消声器声音 传了过来 咔嚓一声 车子前面的荡风玻璃碎裂开 驾驶位和副驾驶位的椅子上 多了两个弹孔 这是一个高手 两人的心里同时涌起这样一个念头 如果不是叶浩轩突破浩然绝第三重 如果不是突破后 他灵绝大幅提升 提前感应到那丝微不可闻的杀气 今天两人真的危险了 两人紧紧地贴在冰冷的车厢里 一动也不敢动 这次的杀手不是钱 两次可比 既然是拥有强大感知力的叶浩轩 也不容易发掘他 而且至少是两人以上 高手对绝拼的就是耐心 两个人紧紧地贴在车厢里 一动也不动 叶浩轩相信 只要他一露头 对方的狙击子弹 就会像长了眼睛一样地飞过来 叶浩轩感觉口干舌燥 他的怀里抱着这么一个游物 说没有一点想法 这是不可能的 软玉温箱抱在怀里 他不自由主地起了反应 要死不死的 两人现在还摆着一个极具暧昧的姿势 这个混蛋 现在的情况这么危急 他竟然还起色心 如果不是两人现在正处于危险的关头 陈若曦都恨不得去抽叶浩轩两个耳光 叶浩轩也是苦笑连连 他又不是圣人 他只是男人 这种情况下有些非分之想 也是正常的 他突然一手伸入陈若曦的短裙里 陈若曦又羞又急 这个混蛋 竟然趁这会儿功夫占自己的便宜 叶浩轩拔开他的肉色丝袜 触摸到一个硬物 他手一探 把陈若曦一直藏在大腿根部的手枪拔了出来 这个女人 怎么喜欢把枪藏在这么隐秘的地方 叶浩轩虽然是替他掏枪 但也趁机凯了几下游 有便宜不占是王八蛋 陈若曦接过手枪 真想一枪把这个混蛋崩了 他狠狠地盯了叶浩轩一眼 意思是等惠尔再给你算账 叶浩轩向黑子下了指令 黑子化作一团烟雾 坐到驾驶室上 车子猛地向前冲了起来 扑扑扑 又是几枪响起 只不过这几枪都无一例外地击在车身上 汽车驾驶是上空荡荡的 车子以200的时速向前冲着 没有比这种情况再诡异的事情了 扑 一声轻响击中车门的荡风玻璃 陈若曦突然扬起手中的手枪 啪啪两枪还了回去 枪响后 青江边缘的草从里传出一声闷哼 显然是对方中枪了 然后叶浩轩的精神一松 那种危险的感觉这才消失 杀手显然已经撤离 好了 停下车吧 汽车依然以200码的时速向前飙着 黑子是个飙车狂人 一飙起车来就没完没鸟 嘿嘿 有枪战 好过瘾 下次帮我弄把枪弯弯 黑子一踩刹车 车子稳稳的停在当场 你养这些东西 陈若曦崩这脸问 不是我养的 是我收的 你放心 我是不会像那些邪道术士一样养鬼害人的 叶浩轩连忙解释 最好是这样 陈若曦盯了他一眼 这才把手枪收好 不过当这叶浩轩的面 他当然不会再次藏在大腿根处 叶浩轩暧昧的一笑 神色有些火热 说真的 刚才掏枪的时候 碰到他某个隐私的地方 他明显的感觉到 陈若曦身体一阵静挛 你在敢对我藏枪的地方感兴趣 我崩了你 陈若曦脸色一红 恶狠狠地说 好 好 感谢观看